第二題如右圖所示 甲乙兩電燈泡 電阻皆為兩歐姆 電池的電壓為6伏特 折甲燈泡的功率為多少瓦特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並聯電路 並聯電路呢 總電壓跟分電壓相同 所以甲乙的電壓都跟我電池的電壓一樣 都是6伏特 這時候我知道電壓 我也知道 它的燈泡的電阻 那我們怎麼樣求功率呢 那我們知道功率就是V等於V平方除以R 所以我們的電壓是6伏特 要平方 除了我們的電阻是2歐姆 所以呢36除以2等於18 所以呢 甲的燈功率呢 就是18瓦特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 折甲燈泡的功率為多少瓦特 我們答案選的是 租18瓦特